今天新增的12个个案中 有视力是聚餐群聚远生的个案 其他也有部分案例和外线事有关 今天依然新增了14名的确诊个案 五道教室群聚案没有新增的确诊者 但聚餐的案新增了4位的确诊者 还有新的群聚案出现 也就是婚宴的新增5位的确诊者 其他大多是到外线事找朋友 不幸遭感染的个案 至于昨天所公布的校园确诊个案 小学共筛检515人 结果都是阴性 中学则是裁检1777人 虽然结果还没有全部出来 但是已经发现有两名阳性的个案 苏尔国小共筛检515个人 结果都是阴性 但我们发现案号29181号 今天确诊案号29441号 案号29442号 案号29443号 案号29671号 以及一位尚未有案号的个案 总共5人4月9号晚上 都有去罗东经营会员 参加婚宴 呼吁当晚在婚宴的会馆的民众 赶快到筛检站来筛检 昨天报告一位 惠登中学学生确诊 惠登中学总共裁检 1777个人 结果两人确诊 卫生局表示 疫调过程中 发现有许多餐厅所办理的婚宴 有出现确诊者的足迹 包括山顶会馆 金尊餐厅 金圆会馆的喜宴 县长林志妙 呼吁有参加这三场婚宴的民众 赶快到社区筛检站筛检 才能保护自身和家人的健康 4月9号10号 我了解是好日子 有非常多的喜宴 有很多外现实的亲友回来参加 那的确是有确诊的足迹 目前在罗东 金圆会馆这个个案 目前确诊 我们目前已经连昨天个案 加今天的新增的五个 已经有六位个案 那么确诊 那么持续在匡列中 我们匡列 喜宴的匡列原则是 确诊个案的同一桌 跟临近的各桌 我们是会匡居家隔离 那么其他的人 我们呼吁他 赶快去做筛检 因为4月9号10号到现在 也差不多三天到四天了 现在筛检阴行 大概就不容易发病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 接到讯息 待会在主题上会再强调 如果参加过这三场喜宴的 赶快去筛检 宜人新闻记者 赖福新采访报道